2017年6月28日 这一天对于中国海军来说 又是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 因为在这一天 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款排水量 超过一万吨的驱逐舰下水了 这款万吨大驱 被命名为055型驱逐舰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 055型驱逐舰的排水量为1.2万吨 比目前中国最先进的052D驱逐舰的排水量 要多40%左右 055型驱逐舰 可以同时搭载两架直升机 拥有面积更大的飞行甲板和双机库 它是继中国辽宁号航母之后的又一款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武器装备 让中国海军驱逐舰进入万吨时代 毫无疑问 055型驱逐舰一旦服役 将会成为中国战斗力最强的驱逐舰 即使放在世界上也处于顶尖水平 总数为112单元的垂直发射单元 几乎是052D驱逐舰64单元的两倍 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055型驱逐舰的问质 对于中国海军来说意义非凡 它是中国海军第一款达到 甚至领先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型驱逐舰 整体作战性能超越美国的阿利伯特级驱逐舰 日本爱荡机驱逐舰 韩国的试送大网机驱逐舰 仅次于美国的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 综合作战性能事件第二 在055型驱逐舰下水的前夕 也就是2017年4月26日 中国国产第一艘航母001A型航母 举行了隆重的下水仪式 可是对于航母来说 如果没有护航舰艇的保护室 很难发挥出战斗力的 特别是大型护航舰艇的支援 美国的航母战斗群以航母为核心 都配备了向提康德罗加急巡洋舰 而中国的055型万吨大驱的作用 也会类似于提康德罗加一样 为国产航母提供区域性防护 那么未来中国需要建造多少艘055型驱逐舰 才能满足中国航母编队的需要呢 从中国海军目前的编制来看 中国海军目前拥有三大海军舰队 分别是北海舰队 南海舰队和东海舰队 按照常规配置 每个舰队需要四艘驱逐舰和四艘护卫舰 组成核心骨干力量 当055型驱逐舰服役的时候 它会替换052D驱逐舰 成为中国海军舰队的旗舰 在理想状态下 每个舰队需要四艘驱护舰处于值班状态 另外四艘作为整修训练 那么一个海军舰队 至少需要两艘055型驱逐舰作为旗舰 带领两艘052D和两艘054A 执行战备值班任务 所以三大舰队至少需要六艘055型驱逐舰 另外 中国目前已经拥有两艘航母 组建一个航母战斗群 至少需要一艘055型驱逐舰 由一艘055型驱逐舰 两艘052D驱逐舰 两艘054A护卫舰 一艘095集合攻击潜艇 一艘补给船组成 这样就组成中国完整的航母战斗群 虽然中国目标已经服役一艘航母 再建一艘航母 但是中国只拥有两艘航母是不够的 中国未来还会建造更多的航母 根据资料显示 中国必须拥有两艘001级航母 两艘00级航母 两艘003级核动力航母才能满足需要 由此可以推算中国还必须再建造 六艘055型驱逐舰 才能满足海军需求 所以055型驱逐舰的舰造数量 至少需要12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